其实我会觉得像我的生涯吧 我觉得像是好像过三车这样 就是还没有 奥运之前也算是低潮了一阵子 然后再抬回来 然后以为奥运之后能好一些 结果又面对了伤病 在当时可能又想要放弃 后来又不知道怎么的 又坚持下来了 坚持下来了之后 就感觉到 自己反正都已经前八前五了 那干嘛不再去坚持一下 然后下一个奥运 奥运后的是手臂 当时就可能有一个封网的动作 可能我感觉它不对位了 后来我还是使劲地去使用 我还是使劲地去甩 当时就赢下了嘛 然后我就想去甩 当我一甩完的时候我就听到了 喀喀喀喀喀的声音 可是我当时不至于到打不了球 当时我动了手术之后 其实手术非常快就四十五分钟 可是我觉得比我的双息还痛 因为可能它接近口脑 因为我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止痛药 我的膝盖的时候 我都没有和医生要求止痛药 我就想说 不管我又要不要坚持 我一定要回到餐上 我这个痛不能白熬 当时是这样一个想法 而且又一个人就 你想哭也没有人 也没有肩膀给你哭 因为最难受的其实是在附近的时候 看着别人训练你不能训练 看着别人比赛你不能比赛 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最难受 而且你的训练方法 就是每一天都是重复再重复 重复再重复 这里我真的很疼 因为它得逼着你 我就这样包着差不多一个月吧 然后开始动的时候完全开不了 然后它就每一天都在逼 你的痛是每一天在增加 可是你知道你必须去让它 我那个筋骨给开 可以开开出来 不然的话你就打不了球 我觉得更大的是心态 更多的是心态 因为像我这样 刚才我之前说了 我的目标不一定是2020奥运 所以当时打了2016之后 我一直在犹豫 到底该不该继续打 其实我这手匕手术是 我不打球了我可以不用做 为了打球我才做 后来特别顺 他就觉得可能我这个伤病老是这样 不是办法 之前有和他沟通 他就觉得就在训练方面调整 然后意见不一致 然后比赛的时候 当时我们两个我感觉心态是 一直在漂浮不定 所以难免我打得好 有时候又第一轮 再加上还有在国家队和教练的一些意见分子 就训练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还好 就可能训练的时候 还有一些里面的调整 国家队里面的调整 让我们有点不太适应 在八月份的时候我和本身商量 我们其实很多很多师兄师姐他们告诉我 如果你们想打奥运 就不要走单飞这条路 因为国家队的设备啊 教练啊还是充分的 就让我们 可是如果在外面的话 很多东西都要靠你自己 就比如住宿啊 飞机票啊 然后训练啊 连训练场地 我们连福利都没有国家队的好 所以全都是钱 可是我想一下 如果在里面 我和丙顺跟他们的方向不一致 如果你不信任我们 我觉得留下来 可能效果也没有那么好 后来当时就商量 就因为丙顺 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所以经济方面 他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负担 加上他还有三个孩子 所以这个决定 就不能是一时冲动的决定 就必须 加上他这个人也比较保守 所以全就是都会把 所有事情给准备好 他才会动 后来我想说 那不然我们是找下赞助商 看他们怎么说 他说好 那有达到了自己心里一个素额 我们再考虑 要不要退出国家队 我们就这样 就各找各的 后来都就先找到了 林林公司 后来感觉 还蛮正面的 他给我们的回复 所以就 有了定一个 那我们还要想 出比赛的经费 后来我们又再找 感觉 因为现在暂时来说 有一个 我们是大金 大金冷气 大金冷气 然后还有 就是林林 暂时是这两个 他对我们的 大金赞助了我们好几年 所以我觉得应该他们都会续约的 后来我们自己还有各自在找 就觉得 你看我们有了这样子一定的战斗费 是不是该考虑要出国家队的事 他说 那好吧 就一起走吧 就大概是这样 后来江林也是有暗示 我们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出国家队 他有权利 去不让你去比赛 然后我们和国家队商量了之后 他们把那个规则 就给去掉了 所以我说 那好啊 那也对我们来说 也没有限制了 那我们就出国家队吧 就这样 如果是这样说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 我和秉顺 关系更好了一点 然后沟通也多了一点 因为很多事情需要达成一致 之前就由教练去安排 现在我和秉顺 当然我和秉顺 时常有一见不合的地方 所以我俩一致 怎么样 就这个比赛去 不去 我不想去 他想去 一直都有这个情况 然后就总得有一方要妥协 然后我们还得分析利弊 去则利已合必 主要的还是 你要有实力吧 就算现在 当然如果我们马来西亚 能两堆一起进奥运 当然是最好 可是我们还 现在的情况 我们还是一定要保持 我们的事业排名之类 所以我们每一步 都要走得很小心 就是出比赛了 怎么抢奥运积分 之前全是教练帮我们安排 现在我们得自己安排 我们是没有 我们只能看我们以往的经验 大概去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计划 所以 我跟秉顺这里要更一致 就不能时常 闹闹别牛 对 中文字幕——YK